泰国人妖是如何上厕所的? 去男厕还是女厕? 泰国的人妖已经成为了一道标志性文化 他们本是男儿身 可偏偏又是女娇啊 那不仅有人会问到 他们上厕所的时候去男厕还是女厕? 如果去上男厕 女人的扮相容易受到其他男性的调侃和捉弄 如果去上女厕 其男人的真实身份也会引起一些女性的反感 在这问题愈演愈烈的时候 泰国政府下达了一条治标不治本的规定 人妖的如厕方式可以从当日的着装来决定 如果身穿男装就去男厕 身穿女装就去女厕 态度简直不能再随意 但是大部分人愿意去女厕 因为女厕都是独立的空间 会方便很多 起初 这个方式还算是出见成效 但后来就有男人男扮女装来到女厕所偷窥 女性开始呼吁人妖禁止上女厕 现在人妖数量的增长 泰国政府也不得不对这个群体重视起来 已经在很多公共区域设置了专门的人妖厕所 门口用紫色的符号进行标记 极大的解决了人妖如厕的问题 这也可以看成是人妖得到尊重和平等待遇的一个开始 别看泰国人妖每天打扮的花枝招展 穿梭在各种生涩场所中 但在泰国本地人中 是看不起人妖的 愿意成为人妖的男性 大多都是出身贫寒 为了生活不得不从事待职业 而且人妖的薪资待遇并不高 他们每天在观众面前卖母风骚 却得不到应有的回报 姿色交好的人妖 可能每个月有两万万泰铢的收入 普通人妖是他们的十分之一 别说活着 连吃饭都是问题 在泰国人妖有三种 第一种纯粹的男扮女装 浑身上下没有一点女性特征 全靠打扮和化妆掩盖男性特征 如厕时会去男侧 第二种利用雌激素 胸部面部出现一些女性特征 但是一部分男性特征也保留了 这类人妖在泰国占比最大 如厕时要么去专门的人妖厕所 要么就根据当天的衣服来定 第三种变形手术 完全从男性换成女性的人妖 这类人妖除了不能怀孕和女性并没有任何差别 可是做这种手术的人妖并不多 因为手术后续还很麻烦 刚做完手术时 并不会出现明显的特征 在缓冲阶段还是要去男侧的 人妖上厕所的困境 充分反映了人妖在泰国的社会地位 人妖培训学校更是他们痛苦的起点 现在来说一下 泰国人妖的凄惨生活 泰国是一个笑评不笑伤的国家 从事情色服务的人不会受到嘲讽 所以很多男性为了讨生活 便开始假扮成女性去服务 久而久之 这种行业就兴盛了起来 还有一些人妖根本就不能左右自己的命运 他们出身贫苦 很小的时候就被父母送到了学校 从小学习讨好客人 进行各种女性化标准的培训课程 人妖虽然被法律承认并保护 但在社会上他们只是权贵的玩物 出于社会歧视和性别认知问题 人妖在心理发育上出现了严重的不平衡 自卑和绝望成为了他们的人生常态 练性手术的费用也十分高昂 为了维持身体上的女性特征 他们还必须不断地打针之药 生育机能受到了严重破坏 平均寿命一般在40岁左右 但好在时代永远在进步 专门独立的厕所就是进步的标志 现在的泰国人妖从事的职业也越来越多 不再是情色场合的玩物 他们也可以去学校学习 去商场工作 人妖在泰国社会能力足 依然 对